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jcam 再去一個運動相機喔 慣例的擠泡泡過場畫面 好啦 那我們這次買的這個sjcam呢 它是一個平價的運動相機 然後這邊還順便買了記憶卡 記憶卡現在還蠻便宜的耶 32G大概200多 我記得以前8G的隨身碟都要 五六百對不對 我記得好貴喔 好 還是暴露年齡了 好啦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啦 好 我們的運動相機 這個是原廠正版的 那這個相機其實有很多種版本 有很多附長的版本 然後各種不同廠商製造版本 那這是官方的正版包裝 對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銀漆有序號 可以去官網查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這次買的是藍色 它很多種顏色 像是紅色 黑色 白色 黃色之類的很多 好 我們的主角 這個是放在這個防水殼裡面 對 這個運動相機呢 是可以裝在這個防水殼裡面 就可以在水下30米以上的那個深度來拍照 來露營喔 所以它是一個水動相機 那也可以當各種相機 好 那它的殼 要怎麼拆 好 我先把東西拿出來好了 看一下 這邊 應該是有一些它的配件 對 用相機主要就是很輕 然後有很多配件可以讓你裝在各種東西上 像你要裝在摩托車上 裝到安全帽上啊 腳踏車上 都可以 它都有零件可以來搭配 好 東西太多了 把桌面清空一下 把桌面清空一下 超多的啦 到底有幾包 這個是什麼 一個空白的 透明的東西 好 還有一個布 插插進布 好 然後這個是說明書 然後還有什麼 喔 還有貼紙 這要貼在哪裡 好 還有一個貼紙 哇 很多東西捏 然後傳輸線 傳輸線 充電器 然後這個是一個綁帶 好 還有嗎 還有 3M的貼紙 還有一個透明 這個是鏡頭蓋 還有嗎 好 沒了 好 我們東西超多的 我們來看一下說明書 這一款相機 最棒的地方就是 它有中文喔 而且是繁體中文喔 登登 好 說明書有了 之後再來看 應該不會 不會用 好 那主角是這個 這個 它上面有這個塑膠 塑膠膜 我們可以把它撕掉 好 裡面好像還有一層 好 裡面好像還有一層 這要怎麼拿出來啊 看一下 嗯 喔 這裡又有一層耶 將 好 把它撕掉 然後這個要開的話 啊 這裡有一個開關 好 把它拉開就可以了 登登 這是防水殼的 打開之後 這個防水應該是蠻精密 蠻防水的吧 全副武裝 它塞得緊緊的 所以水應該是不會流進去了 將 買的是這種藍色的 好 我們的主體就是這一台 就是好小 喔 從防水殼拿出來 覺得變得好小喔 好 超小一台的 好 那鏡頭上 一樣是有一顆 薄膜 我們來把它撕掉 欸 它被夾住了耶 有點夾住 欸 欸 喔 好 應該沒有殘 沒有殘留吧 被它夾住了 它的鏡頭是一個球 有點半球型的 因為它是廣角 廣角170度 對 這種運動相機通常都是廣角的 嗯 好小一台喔 我的天啊 超迷你耶 好 那 這一台呢 看一下喔 這邊螢幕也有一個薄膜 我們這台叫做SJ5000 是它的型號 那 它評價有一個4000 然後這5000算是改良進化版 好 欸 它 電源在哪裡 喔 在前面啊 上面的是快門鍵 這個才是電源鍵 那電源鍵在前面 好 就可以打開 噔噔 開機了 SJCAN SJ5000型 好 它畫面長這樣子 它超廣角 所以 你看 這樣的畫面 就可以錄到 就是 比我的手機錄得還 還遠 對 手機在我的 畫面正上方 然後我這個錄起來 就可以看到更大的畫面 這就是廣角的效果 好 然後前面會發光 表示你有開 開電源 噔噔 好的 這個旁邊有 USB孔 然後還有HDMI的孔 跟記憶卡的孔 噢 這樣子 它可以去接HDMI 那我們剛剛買的那個 呃 記憶卡 就把它插上去好了 欸 怎麼插不太上去 沒有插對邊 噢 好 金屬面要朝上 朝鏡頭的地方 好 OK 插上去了 好 插上去之後 它就重開機了耶 好 它好像就重開機了 我們再來開 開一次 噔噔 它只要按 按一下就可以了 噔 開機速度還蠻快的 大概 五六秒鐘吧 五六秒 好 OK 然後再按一下電源鍵 它會變拍照模式 再按一下就變成 呃 調整的模式 好 那 呃 欸 這個不是 好像不是觸碰螢幕喔 後面的畫面不是觸碰螢幕 好 呃 應該是用側面的這個 有一個上下鍵 對 我們來調整一下它的語氣好了 呃 它的決定鈕 喔 是快門鍵 好 用快門鍵來選擇 然後 看一下有沒有language 欸 有 有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翻體 有啊 翻體中文 噔噔 超棒對不對 哇 熟悉的畫面 好 欸 那個燈怎麼好像是簡體的 怎麼好像有些還是簡體的 好 沒有很完整喔 就是外國人就是看不懂翻體字啊 常常會搞錯 好 這個最高錄影到1080p 然後拍照到1400萬畫素 好 1080p 然後 一些簡單功能 好 在錄影狀態下就是按一下快門鍵 就開始拍攝了 噔噔 好 運動相機就是可以動來動去 畫面 呃 不會太模糊 對 然後 再按一下電源鍵 然後這邊拍照模式 噔噔噔 好 左下角顯示現在可以拍照的張數 32G 可以拍8000張 8000多張 好 140萬畫素 噔噔 它 一開始的電量 新的電量比較少 還沒充電 所以先關機好了 等一下再來充一下 那這台相機真的超級小 好 它超小一個 完全可以放在手掌心 可以把它藏起來 超小 那跟我之前買的那個 藍牙控制器呢 哇 比我藍牙控制器還小欸 超級小一台的 噢 感覺很像那個 那什麼 特務用 特務相機之類的 超小 然後它的電源 呃 它的電池在下面 可以打開 電池蓋 欸 欸 它沒有連在一起 好 它的電池是900毫安培 比較小一點 因為它很輕 它拿起來幾乎沒什麼重量 對 運動相機就是做得很輕 然後電量比較少一點 不過900毫安培呢 它預計可以錄影的時間是 90分鐘 對 還不錯 90分鐘可以用 好的 大概是這樣子 那它的配件呢 嗯 有好多東西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好了 這什麼配件 嗯 這一個 啊 這個好像是 啊 可以放在頭盔上的樣子 這應該是連接頭盔 或是連在牆壁上吧 好 它這是跟那個防水殼做結合啦 看 防水殼下面有一個 啊 一個小底座 然後可以接上這個 噹噹 這樣我們下面就可以再接 像是接腳架 或是接什麼其他的 啊 然後黏在頭盔上之類的都可以 啊 3M 黏膠 對 它就是各種組合 跟防水殼也可以做組合 另外還有這個 這好像叫做擴充支架吧 對 然後下面可以再接別的東西 呃 不曉得要接什麼啊 好 剛剛透明的這個好像是這個 防水殼的這個備用品吧 可以替換 好 還不錯喔 有零件可以換 好 然後這個是 啊 這個應該是被夾吧 啊 這個應該對我比較有用 這可以把小相機直接放進去 要怎麼裝 放在 放在桌上裝好了 OK 把它裝進去 噹噹 剛剛好 然後這後面就可以夾在各種地方 你要夾在衣服上 或是夾在 什麼肩帶上 各種 背帶上都可以 看你要夾在哪裡 好 不然按到 電源鍵欸 好 夾在 袖子上 你就可以藏在袖子中 好 不會掉 夾得還蠻緊的啊 噹 好 你就可以這樣 放過來拍 放過來拍 有沒有 好 這是一個被夾的 這應該還蠻實用的 應該會用到 不過它這樣蓋起來有一個缺點就是 看不太到畫面啦 畫面整個遮住了 好 只能大概看一下 那個鏡頭在哪裡了 好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應該是夾在這個 呃 摩托車啦 或是夾在 那個什麼 腳踏車上的 這個可以轉開 然後你就可以接在那個 看你要接在後視鏡啊 或是你要接在 把手那邊 對 然後再 再接上其他支架零件 就可以擺上我們的錄影機囉 好 然後最後這個是 塑膠的 鏡頭蓋 這樣你就不會壓到 防唇 沒有用的時候就可以把它蓋起來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 應該是綁帶吧 這個不曉得要綁在哪裡 嗯... 好啦 我現在把我的相機夾在我的 呃 算是背包的肩帶上 側邊背包的肩帶上 然後我們騎摩托車 這樣子 我們可以 它可以當行車紀錄器 對 汽車或是機車都可以 就想辦法夾就可以了 對 那 我沒有帶那個夾在摩托車上的東西 所以我直接夾在我的 那個 背包袋上 好 大概是這樣的畫面 其實還滿清晰的 然後 因為它廣角 所以可以看得很廣 好 那我現在是在走路 在散步 可以散步的狀態 因為我現在夾在身上 所以走路的 晃動的幅度還滿大的 好 可以看到 不過它晃動呢 比起相機的晃動來說 它的畫面比較不會模糊欸 好 不會有那個殘像的感覺 對不對 好 這是運動相機 就是 呃 走動的時候 畫面會 還是一樣會清晰 好 不過它 我現在現場看的話 其實亮度其實是很亮的 不過它的運動相機 好像有降低亮度 避免曝光 所以它的亮度會減很多 就會變很暗 那我現在 因為 呃 我相機 偏我左肩吧 所以畫面可能會偏左 離我的視角 可能會偏左一點點 在那邊 對 因為我還是會偏左一點 然後我向前 對 因為真的 可以適合 好的 這邊我也濕了一下拍照 那拍照的話 這好像是4比3的比例 應該可以調喔 之後再來看看 那拍照的話 其實效果也還不錯耶 那這是1400萬畫素 那 嗯 拍照起來的感覺 還滿清晰的 跟一般專業相機比起來 也還OK喔 還不錯 那這個也是有變焦的功能 就是可以放大 這是原本的倍率 然後這是放大三倍 好 三倍的效果 然後最高可以放到六倍 6.3倍 登登 那6.3倍就是你的畫面就會變得六分之一 對 你放大六倍那個解析度就會變得六分之一 那這個當然也可以接上你的自拍棒 然後你就可以玩轉圈圈遊戲了 然後轉圈圈 轉圈圈 轉圈圈 轉轉轉轉轉 然後拿到下面的話就可以看到整個風景 整個畫面360度 一直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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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轉啊轉啊轉 轉轉轉轉轉 好 等一下 我覺得有點頭暈 有點暈了 讓我 讓我 恢復一下 好暈喔 好暈 才轉幾圈就暈了 好 這時候就要假裝悠閒的散步的 緩慢的 對 放個自拍棒的效果就是這樣子 好啦 簡單實測差不多就到這邊啦 這是我這次買的一個簡單的運動相機 這算是入門款吧 我之前研究了很多運動相機 像是比較知名的就是那個GoPro 但是那個就是很貴 那它雖然效果很好 但是就是很貴 那我這一款SJ Canon 它算是國外的 也是一個大廠 然後算是比較平價的感覺 然後有出很多款 那它這邊 呃 入門款你可以選SJ4000 大概兩三 兩千多左右 然後這個是5000 那大概3000多 那這個其實也有Wi-Fi的版本 有Wi-Fi版本 你就可以接上你的手機 連接手機 然後你的手機就可以看到你的 相機現在的鏡頭 然後可以用手機來操控它拍照 對 遠端拍照的感覺 我這台還是沒有Wi-Fi的版本啦 我想說就是直接接著 然後就是按錄影就好了 想說好像就不太需要用到相機 不太需要用到手機做連結 對 你可以看你的需求 那它還有出另外一種更小的 然後比較像正方體的 它的型號叫做M10 那這款 嗯 好像也算是入門款 它的價格也是2000多 跟SJ4000差不多 那我覺得 呃 網路上你可以看到很多這種 實測的畫面 你可以找找看 那我覺得5000的畫面會好一點 對 我呃 因為要顧及價格 然後畫面但是也不能太差 然後色偏不要太嚴重 那我最後選擇符合我的需求 大概是這個SJ5000 對 我們之前日常都是用我的手機來拍的 但是手機錄影就是 因為我這手機又比較平價一點 然後錄影起來就是畫面沒有很好 所以我之後比較多的日常畫面呢 就會用這個運動相機來拍攝 之後我如果出去玩的話 就可以把更好的畫面分享給大家了 那它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當成網路攝影機 對 它只要接USB先到電腦上 它就可以變成那個網路攝影機了 所以之後呢 就可以開視訊啦 那開視訊 不一定會看到我 你可能會看到鬼之類的 或是柴犬之類的 對 那我們之後就可以來開開視訊 所以這台呢 我覺得CP值還蠻高的 那它光網的價格大概是110美金吧 那它可以在網路上打SJK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賣場 網路上都有在賣 那德納它的 如果你是要買SJ4000的話 因為那個型號廠牌會比較混亂 會有很多 有點算是雜牌的 就是用的零件不太一樣 用的晶片不太一樣 所以有的會比較便宜 然後有的就會比較貴 原廠的就貴一些 那我是買SJ5000 SJ5000好像 比較沒有其他代工的樣子 所以它目前我看到都是公司 或都是這個原廠的版本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影片前面的包裝方式 然後還有相機上面印字的方式 然後那些字的排列方式 就是正常的版本 那如果長得不太一樣的話 那它就是非原廠的版本 對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的 今天我們的運動相機 簡單的開箱兼簡單的實測 就到這邊結束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